台灣異性戀的婚姻 台灣異性戀的婚姻 每次對就有一對會離婚 離婚率居高不下 好不容易婚姻平權得到了好的消息 但是結婚後的我們 似乎新的生活 才即將要開始 你好 你好 房間也太髒了吧 還好吧 什麼還好 你們都在幹嘛 衣服還亂放 唉唷 幹嘛打掃 要打掃啊 家是兩個人要一起維持的 你在幹嘛 好可愛喔 舒服 舒服 好可愛喔 我 我 在 拉 使 很多 顏色 很 靜靜 哈哈哈哈 瓜哥眼睛好痛喔 那你可以幫我倒水嗎 嘴巴好乾 好 來 喝水 我看不到齁 來喝點 嘴唇也好乾嗎 好 睡覺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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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口 你無在咖偌阿 我知道 � vaccine 官工可以幫我拿水嗎 蛤 幫我拿水 要 dépend的自己去拿 這不舒服欸 我後腦很痛 我肚子也在是舒服 我覺得剛剛吃東西有點太多 你幫我拿一下水啦 欸 去哪了 早上去拍戲囉 啊 早上去啦 拜拜 再見囉 拜拜 拜拜 好 她愛我 她不愛我 沒有愛情 真好酷 哥 你怎麼這麼酷 為什麼媽 妳有鑰匙 是啊媽 為什麼我會有鑰匙 媽呀 你到哪去啊 你個變態的養子 什麼 那個 我今天退休了 我今天搬你那去住 妳 妳要搬來住 等到你們生寶寶危險 我 我們是 夫婦知道 我是阿凱 我是李歐 今天的夫婦劇場 是要探討 情侶有的時候相處久了 就會培養出自己的一套默契 那這樣子的默契 也會使我們的相處 越來越像是一家人一樣 這部夫婦劇場創作理念 是源自於 周美玲導演的 六層彩虹系列的 第一部曲 偽婚男女 那這部片呢 最主要是要探討 同志之間的 形式婚姻 還有同志之間的 家庭關係喔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呢 歡迎把我們的這支影片 分享給更多的人看到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 訂閱我們的YouTube 以及把我們 FB的粉絲專頁 設為搶先看 那我們夫婦劇場呢 今天就到這裡 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